如今人形机器人似乎已经站在了技术与梦想的十字路口 想象一下周末你刚睡醒 一个高科技的人形机器人走了进来 端着杯热腾腾的咖啡走到你面前 听起来就像是科幻片里的桥段 但近日一场发生在中国的人形智能机器人挑战赛 就将这一幕变为了现实 快来跟着小编看一看 在这场中国机器人的顶级赛事上 中国又展示了哪些新的技术成果吧 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屈膝 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订阅加小铃铛 但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 曾经只存在于科幻电影中的场景 如今正逐渐走进现实 8月17日 第26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 人形机器人创新挑战赛 在苏州市武江区盛大开幕 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校 精英齐聚一堂 带着他们精心研制的人形机器人 展开了一场精彩分成的科技角逐 走进比赛现场仿佛置身于一个未来的科技世界 只见赛场上一个个造型各异的人形机器人 在参赛队员的操控下 灵活地完成了各种高难度动作 转动阀门 通过十字路 精准地按下按钮 打开房门 抓取杯子 每一个动作都考验着机器人的运动控制能力 环境感知能力 以及人机交互能力 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的HITIRC队 是赛场上备受瞩目的队伍之一 为了更好的应对比赛的挑战 他们对机器人进行了多项改装升级 为了提高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能力 他们在机器人头部加装了高精度的激光雷达 以便更准确地识别周围环境 为了增强机器人的抓取能力 他们专门使用了3D打印技术 制作了特制的夹爪 使其能够更稳定地抓取不同形状的物体 他们还在机器人的手部安装了摄像头 以便更直观地获取视觉信息 即使做了充分的准备 比赛的难度依然超乎想象 HITIRC队的队员朱鹤林 在赛后遗憾地表示 前四关我们都顺利通过 并且获得了满分 但在最后一关抓取物品时 由于通讯出现了问题 导致机器人没能成功抓取物品 非常遗憾 与以往的人形机器人比赛不同 本次大赛的一大亮点 是更加注重对机器人智能水平的考察 其中一项名为 基于指令抓取物品的比赛项目 更是将这一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这项比赛中 选手们需要让机器人能够理解 系统随机生成的文字指令 例如请到厨房帮我拿一杯水 然后在复杂的室内环境中 找到对应的水杯 并将其抓取起来 这意味着 机器人不仅需要具备行走和抓取物体的能力 更需要具备一定的语意理解能力 和空间推理能力 才能够将抽象的语言指令 转化为具体的行动 这项比赛的难度非常大 它要求机器人具备更高级的智能水平 才能够真正理解人类的意图 本次大赛的评委北京通用智能研究院 前沿研研究中心联席执行主任 机器人实验室负责人刘航熙解释说 传统的机器人更多的是依靠预先编程好的程序来执行任务 而现在我们希望机器人能够像人一样 通过学习和理解来完成任务 这就需要更加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的支持 为了实现这一考核标准 在赛场上我们可以看到主办方模拟了一个普通住宅大小的房间 这里有桌子 还有沙发 当记者对一个家用机器人发出指令 你好 我口渴了 虽然在指令里没有提到水 但经过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分析 判定是记者需要喝水 所以机器人会从桌上拿一瓶矿泉水递给记者 现场参赛的学霸告诉记者 这台家用机器人全身一共有38个电机 紧手上就有6个电机 10个关节 非常接近于真人的手 除了家用场景 人型机器人同样可以应用于工业生产 甚至是高危救援排线场景 在现场有一个在测试的人型机器人 面罩还没有戴上 它的头部有一个激光雷达 可以用来对周围的环境进行感知和定位 它的任务是模拟将一个火灾或者是高危化学品泄漏的阀门关闭掉 还有机器人在进行推门的动作 由于射击从一个房间到另外一个房间完成一个空间的转换 所以对于机器人的空间感要求更高 还有手部动作 开门需要机器人用手压下门把手 然后另外一只手去把门推开 由于在推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个反作用力 所以机器人还要维持自己的平衡 对于这些双足人型机器人来说 他们在行进过程中也要适应不同的应用场景 特别是路面像农田草地都有不同的软硬程度 也有不同的起伏程度 比如在狮子路上 机器人脚踩下去的时候 狮子会向两边挤压 有时候还会发生打滑的现象 别看这只是小小的一步 但是机器人每秒钟就要进行一两千次的运算 并用运算出来的数据来驱动身上的几十个电机关节 进行动态的平衡 同时还要保证平稳前进 这些人型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下的模拟 让他们距离走入人们的生活又进了一步 近年来中国在人型机器人领域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长足进步 其发展态势之迅猛 甚至让人不禁猜测 或许很快 中国人型机器人就将大规模进居全球市场 而这一趋势也引起了美国的高度关注 据环球网报道 如今中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清单上 又新添了一项人型机器人 8月5日 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成员 雅各布·赫尔伯格在接受采访时 不遗余力的大肆渲染中国人型机器人 会对美国造成严重破坏 他声称 一旦这些人型机器人进入了美国的家庭和工厂流水线 就可能从事间谍活动 破坏关键基础设施 甚至还提出了 最极端的情况是在睡梦中 勒死美国人 这样的说法 值得一提的是 在今年春天 雅各布·赫尔伯格还曾在说服 国会通过法律强制出售 或禁止TikTok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赫尔伯格口中 能把美国人勒死的中国机器人 指的正是近些年 中国科技企业发布的一系列 能够模仿人类表情 完成高难度动作的人型机器人 这些机器人 不但可以与人类进行 更为生动的情感交互 还能够在复杂环境中 自如行走奔跑 他认为 随着人工智能的日益发达 搭载先进人工智能的人型机器人 可能会从沉睡中觉醒 进而袭击数据中心 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 另外 也有部分美国人担心 在中国强大人型机器人的冲击下 美国的机器人公司 将难以守住现有的市场份额 按照美国游说集团和部分议员的说法 中国在人型机器人方面的巨大进步 使之很可能大规模进入全球市场 凭借规模优势 技术优势 质量优势和价格优势 中国或许将实现对全球市场的垄断 而且在美国国土上 他们仿佛成了中国的一支隐形部队 如果美国现在还不采取行动 那就为时太晚了 不得不说 这番言论 让人不禁想起了当初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的那句话 中国只需一个按钮 就能让美国电动汽车同时熄火 果然连美国人自己都看不下去了 美国前安全部副助理部长保罗 罗森斯维格就批评说 担忧中国机器人威胁美国安全 纯粹是多余的 因为人型机器人技术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当然了 美国也在积极开发自己的人型机器人 例如马斯克推出的Optimus机器人 还有OpenAI公司推出的人型机器人 那么为什么美国还要如此担心呢 在小编看来 这正如当年美苏的太空竞赛一般 高科技一直是地缘政治格局的重要因素之一 美国华盛顿的一家智库战略展望中心主任 朱利安就表示过 高科技已经重新定义了高级政治 人型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代表着技术发展的顶峰 是权力的象征 朱利安认为 美国不仅在军事和政治方面定义国家安全 在经济和技术方面 美国也在战略性的投资这些尖端技术 将其视为争夺霸权的一部分 同时还采取了其他措施 来阻碍中国在该领域的发展 建造一支舰队或航空母舰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但高科技行业是中国人有机会迎头赶上的领域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觉得这次美国的制裁能实现吗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分享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